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眸2023 AI赋能智行千里 人工智能带来新机遇 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正式发布 孙宏雷 段一红 张一新助力影剧《新联动》 专访人民万岁导演好运 以年轻人的视角进行生动鲜活的创作 由刘德华监制并主演的新片《前行》 昨天在北京首映 刘德华协林家栋 彭于燕 刘亚瑟 任达华等全主创阵容亮相 大家在解读各自角色的同时 也分享了有趣的幕后故事 彭于燕 林家栋 还专门为拍戏《没感觉》找原因 有一批运去南美的毒品 在香港附近还一出现 最大嫌疑人 林振安 动作片《前行》 讲述的是警方拼尽全力 要将毒枭绳之以法的故事 片中刘德华表面上 是文志彬彬的律师 其实是心狠手辣的大毒枭林振安 活动现场 刘德华首先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要戴眼镜 从每一次戴他们都觉得我是坏人 但是对不起 我平常就是戴眼镜的 坏人 我只是 对啊 我只是拍戏要耍帅 所以就不戴而已 道具是他很重要的 现在是刘德华 你看多和蔼啊 戴上呢 林振安 刘德华 林振安 眼惯了警员的彭于晏 此番终于提升了级别 晋升成警司方星 成为林家栋扮演的警方卧底的领导 在刚开始拍摄时 彭于晏林家栋没能很快进入状态 这背后有何原因呢 因为我太喜欢家栋歌了 所以跟他拍那场感情戏的时候 感情戏 不是那个 情感戏 情感戏 然后我就看他的眼睛的时候 就很同情 后来回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 就后来跟华仔哥讨论 后来说你这样好像有点 输了 你应该要稳一点 因为你是上司 我说哎呀对啊 我是警司了 所以常常跟这个 喜欢的演员对戏的时候 常常会被他们带走 很有压力的 因为 建计在现场 导演 导演 你看这个镜头 我在旁边培养情绪 我看见他 让我静一静好不好 导演导演 我们上来上来 因为他很希望能够拍好 洞察2023影视市场发展风向 拥抱2024中国电影 崭新未来 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定报道特别策划 2023年中系列专题报道 回眸2023 2023年 人工智能热潮席卷全球 也为影视行业带来了 无限的可能 越来越多影视作品 在创作 宣发 营销 数据管理 影像修复等方面 都开始介绍人工智能 2023年 人工智能正在逐渐覆盖影视产业的全流程 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的逐渐成熟 首先对内容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实首先要说第一个 它肯定是一个智能剧本的写作 那么从2016年的6月份 在伦敦的SignFake电影节 第一次由人工智能 完成的这个剧本的创作 AI来写那个剧本大纲 给它一些指令 然后让它给我生成一些文本 我看一下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还有那个干净设计 我们也就直接用ChatGPT那些 还有一些新的专门视频视觉的软件 对创作打开思路 这些方面是有帮助的 今年8月热播的网剧《艺人之下》中 数字人演员李李的亮相 引起了广泛关注 什么味道啊 这点咸 就有点咸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素菜制备上 就比如说是一些数字演员 一些VR的 一些演员的这种应用 现在人工智能 它是可以去做这种重建的 虚拟的物理空间 所以说当我们用人工智能 去提取演员 3D的面部的一些结构 条件 包括他们的一些表达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 合成式的运用的 儿子逊游 你怎么牺牲啊 我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 鲜花挂满之头 AI技术在视频剪辑 高清影像修复和配音等方面的 应用也日趋成熟 不久前一条短视频 再次刷新了观众对 AI技术的认知 视频中 AI不仅可以准确翻译语言 还可以模仿说话者的语气 声音 甚至连口型 都进行了同步调整 现实世界里没有超级英雄 只有普通人在 危难时刻的团结和勇气 没有超级英雄 没有超级英雄 只有普通人在危险中 只能复杂和勇气 只能复杂和普通人 在危险中 此外 AIGC还可以通过输入文字等指令 直接生成视频画面 随着AI技术 逐渐覆盖影视制作端的各个流程 创作者们开始尝试 用AI创作完整的电影作品 今年我们中国电影科研所 和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合作共建了一个 5G智慧虚拟摄影棚 我们在棚里通过LED显示屏 进行了虚拟拍摄 制作了一部技术短片叫《新序》 这部影片的剧本创作 概念设计 宣发海报等等阶段 也是用到了AI技术 就连这部影片的名字 《新序》也是AI生成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为内容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实现前后期相结合 云制片和云数据传输之后 也相应地改变了 原有的制片管理流程 由于我们新的技术的应用 我们整个的团队的形态 部门的分布 包括管理方式 组织形态都会有变化 在发行放映 宣传营销等方面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快速制作海报 预告片 短视频等宣传物料 更重要的是通过大数据 分析用户喜好 做出高效科学的市场决策 在放映端 AI技术除了可以提供放映设备的 智能化的运维和管理 还可以帮助影院经营和建设 实现科学智能的决策参考 早在几年前 我们电影科研所就采用机器学习算法 开展了影片影院票房的分析 关联分析研究和大数据的可视化呈现 来服务影片的创作和影院发展建设 飞速发展的高新科技是机会 也有挑战 有收益也必然会有风险 目前来说 人工智能在影视行业的应用 还面临着技术难题 创作内容同质化泛滥 以及版权 伦理等多方面的风险 今年8月15号起 由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施行 对版权 数据安全等业内关切的问题 做出了相关规定 迈出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进行专项监管的重要一步 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的不断深入 以后肯定是专用模型和通用模型 大模型以及中小模型 消费级的应用模型和专业级应用模型 一个协同并存的一个阶段 人工智能未来它能够行稳致远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三个环节 一个是它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良好的生态 第二个就是它一定要保护好 自己的隐私 然后第三个就是良好的监管 而且是有力的监管 对于我们每一个电影从业者来说 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的想象力 一定要是更加饱满的 更加壮观的 更加壮阔的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搭载人工智能的 这样的一个东风 然后去推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电影 2023中国东盟电影文化周 正在广西南宁举办 多部来自东盟国家的影片 与观众见面 下面就请李丹 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的韵味 本届电影文化周的主题是 《光影驻梦》 《和和共生》 将会放映中国和多个东盟国家的电影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这是参展的东盟国家国别 和电影数量最多的一届 包括马来西亚的《恋恋茉莫莉香》 以及泰国的《速度与爱情》 《恋爱枕疗中》 《你与我和我》 还有《越南的璀璨的灰烬》 等六个国家的十部电影 活动的同时还将放映 李明锐《回声》等国产影片 展映将持续到本月的28号 现在许多国内举办的电影活动 都吸引了更多国家电影人的热情参与 中国观众的眼界越来越宽广 中国电影的朋友圈也将持续扩大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影院经营方面的热点消息 前两天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迎来了95岁的生日 那影院也官宣将开设电影主题 沉浸式餐厅夜半餐厅 预计将于明年开始营业 餐厅位于电影院的顶楼露台 将电影和餐饮相结合 比如说我们看到四面环绕的投影 营造沉浸式的用餐体验 还有名为电影拍摄之旅的互动游戏 顾客将被分配到与电影制作有关的 角色身份 并且在上菜的过程当中 完成对应的任务 现在许多电影院都在积极的创新业态 比如说同样有着90多年历史的 上海胜利电影院 也在重新修缮和副业之后 尝试了影院加展览的营业模式 仅保留了一楼的放映影厅 将二楼设置为展览空间 越来越多的电影院正积极拥抱改变 影院加餐饮 影院加展览 影院加魔兽等多种新玩法 兴着观众前来打卡 也激发着影院放映端 加速向电影加文旅的新业态转型升级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记录电影《人民万岁》也于今天供应 影片展现了毛泽东同志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情感 导演好运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 主创团队引入年轻人的视角 进行了生动鲜活的创作 我们就在想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怎么来理解 主席所做的一些事情 他们心目当中 主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他们对他的情感是怎么样的 那这样的话 就形成了我们整个影片的 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就是主席心目中的人民 这样的一个视角 另外一条线索 现在的年轻人心目中的主席 那么这种人民的视角 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两条线索之下 传起来的 片中的配乐还运用了很多东方红的音乐 和东方红的变奏音乐 其中很多音乐的创作 也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 那这些段落里边呢 有传统的东方红大歌舞剧 有传统的曾经创作的东方红 但是有更多的是我们这次邀请 很年轻的朋友们 90后 00后 他们创作出来的 有这个索纳的吹奏 有笛字的信天游版 有几岁的同声演唱 还有这种电声演奏 我觉得这一个应该是这个片子 让他觉得有年轻化的一个原因吧 此外有很多独家影像和声音素材 不仅是第一次公开呈现在大荧幕上 更经过了现代化技术的精湛修复 第一次公式公布出来的 这种影像和声音 而且这次首次公布出来的声音 大概应该有 音响当中至少有三四处吧 就是从来没有面试过的声音 有一些声音可能都已经 因为划伤 吊词 就稍微有点变音了 怎么修复也不太方便了 但是非常振聋发挥 昨天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 正式发布 这是中国国家话剧院 与中英股份启动影剧新联动 战略合作后的首次尝试 活动上孙宏雷 段毅宏 罗一舟等主演 分享了不同的创作心情 有人担心 有人满足 也有人感慨 我真的是生怕 呈现出来的鲁迅先生 没有那口气 就是那种傲骨精气神 我不担心我的装束像与不像 所以敢于给自己去提一个精神 也实时在提醒自己 创作者还是需要勇敢的 上海民众英勇的反日反地斗争 已在严重的压迫下 其实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更多的心里是激动和荣幸的感觉 我现在说起来这嘴角都压不下来 就老想撕下笑 是因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即时性的艺术 就可能我演抗战中的文艺也好 还是其他的话剧作品 我十天演十场 可能但是它每一场的都不会重复的 所以更宝贵的就是站在舞台上 演员去跟观众表达的那一瞬间 所以这个时候演完之后 跟观众羡慕的时候 那种满足感是不太一样的 活动当天张艺兴 王年军等 新入职国画的演员也纷纷亮相 这让孙宏雷很是感慨 我是1997年在 现在叫宁郡毛府 给特招来的 然后这一届有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有新的被特招了很多人才 还有我弟弟张艺兴也来了今天 感谢 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 即将全国上映 后续也会开启预约放映 未来我们也将期待能与中国国家画剧院 加深合作 开拓电影与画剧之间的创作 演出放映的新境界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分析了微短剧在野蛮生长中 迎来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我们继续聚焦微短剧话题 微短剧在创作上有何特点 微短剧在数量紧喷的同时 如何提制升级走向精品化呢 来看我们的独家调查 微短剧单击时长从几十秒到十五分钟不等 大大降低了用户追剧的时间成本 而如何在短时间内以强冲出和强反转 抓住观众的情绪爽点 成为微短剧创作的一大要点 微短剧因为时间短 所以它必须要倒逼在叙事上要爆点前置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传统的影视叙事当中 比较稀缺的 如何在三到五秒钟 五到十秒钟 用一种高潮式的爆点式的 甚至是高悬念前置的方式 先把我们的用户留住 这个其实是很考验我们的创作者的智慧的 我们的每一集的打点是不一样的 前面要留一个悬念 后面要留一个钩子 让大家能够往下看 每一个镜头大家可能都要思索一下 有没有必要放在这 你们好大的胆子 有我在谁敢动陛下 背叛我的神 你知道有什么下征 微短剧的小体量也压缩了制作周期 在快则一周 慢则半个月的拍摄周期内 剧组成员往往需要身兼多职 甚至连轴转 我们从镜组 试装 唯独 到拍摄结束 大概半个月不到 其实算是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一般短剧是一周左右 我们拍摄时常留了将近十天 但也是非常的紧凑 长公主其实还好四到五个小时 东南雪是差不多三个小时 除了常见的横平构图外 微短剧还延伸出了独特的竖屏构图方式 比如说偏美感 偏宏大叙事 偏有一定世界观的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做横平 如果说大家做的是偏人物 偏故事冲突 偏人物矛盾 故事发展的 那我建议大家是竖屏 但是两者其实在快手平台上 都有比较好的播放表现 内容质量更是重中之重 微短剧创作者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 在创作上贴近现实生活 紧跟时代潮流 反映群众关切 本质上来讲还是要抓住社会的共鸣话题 我们今年做的我回到17岁的理由 通过两个人在校园青春时代的一些美好的情愫 来去引起了一些共同的校园的话题 比如说我们如何去面对校园霸凌 我们如何去解决升学考试 和我们生活之间的平衡和压力 会引起大家共鸣 在微短剧走向精品化的道路上 平台也需要积极作为 与创作者一起共创优质内容 推动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需要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平台 来去主导这样的中高投入的这样的作品 定位就是这种精品化 高端大师做的微短剧 这样的话多主体 多渠道 多模式 多类型 和多样的这种元素以及主题 才能够共同繁荣微短剧的市场 我们在整体内容资质上 一直秉持的其实是制片人中心制 从立项阶段到演员的选择 团队的选择 剧本的创意的改编 以及后期的拍摄 剪辑 宣发一条龙 制片人都会深入到每个环节 去帮助我们的创作者 帮助我们的制作团队去把控品质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今天上午 由丁盛指导 杨幂 于谦 田鱼等人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发布一组人物海报 并官宣将进军2024年五一档 海报中五位主演纷纷摘下面具露出真容 神秘的表情不禁让人对每个角色的命运走向充满好奇 眼下电影三大队票房已近五亿 同时由秦浩 陈明浩 李乃文等主演的电视剧三大队也上线播出 在日前的媒体看片会上 到场交流的众位主创表示 剧版中多处长镜头的运用和长篇叙事的优势 能更全面细腻地讲述立体的群像故事 我们确实挺费劲地用一个镜头 然后里面完成气氛的变化 复杂的调度 其实就是希望能让观众更加清晰地 带入到这个情境里 现在是全有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电影前行的监制是谁 登陆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 积极参与话题互动 您就机会获得由全有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祝您好运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 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 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22点整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云卫 我是李丹 明天见